好那我請教廷輝 飛兵自從站隊美國之後 確實是在西太平洋當中 跟南海周邊國家當中 相對對中國最強硬的國家 對我們看到小馬可是講話非常有趣 他到那個要講 搓熊的那一個字眼的時候 他突然頓了一下 為什麼因為他想說 到底是要講drangle 就是龍還是要講背 那後來他講背 因為我想他心中應該想維尼小熊 所以在代表習近平 那但是為什麼小馬可這麼有底氣 其實都是美國在背後 一直在力挺他 而且我可以評估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四月十一號 因為岸田文雄 還有小馬可是 還有拜登即將在華府 進行一個高峰會 甚至後面還會有一個聯合聲明出來 這時候呢 他們可能在這時候 前面這段時間來講的話 中國跟菲律賓在南海的事情 絕對不會散罷甘休 昨天因為有34名的 這一個菲律賓人 登上了這個鐵線膠 各位知道鐵線膠在哪邊 鐵線膠就是在南海南沙群島的北端 因為我們知道南沙群島 他浮原非常廣大 然後從北到南的話 大概就有雙子 還有稻米群交 雙子群交稻米群交 中葉群交 還有鄭和群交 一直到了九張群交 我們常常講太平島 是在那個鄭和群交 就是大概底部往上推的 倒數第二個群交 仁愛礁是在最後一個群交 而中葉群交剛好就是在第三個 而中葉島旁邊 剛好就有中國的蛇壁交 所以也就是夾在蛇壁交跟 沒有看到他登島的動作 也沒有看到把這三十四個人帶走的動作 然後什麼叫查證處置呢 查證的意思就是啊 我知道三十四名在上面了 然後處置的意思就是說 我再慢慢看一看 然後就走了 這個叫查證處置 所以中國還請他來用這種做法 其實上次他在仁愛礁也做到 所以大家已經發現到 在南海部分 其實小馬可是運用了三個地方 跟中國現在在對峙當中 一個就是靠近馬尼拉的黃岩島 一個就是靠近美濟交的巴拉旺省 這邊的仁愛交 一個就是在中葉島旁邊的那個 跟蛇壁交對峙的這個鐵線交 這些這些概念 然後來用中國海警 中國海上民兵 然後他刻意了 把記者從巴拉旺省載出去之後 然後到這個地方給大家擺拍 而且我們的中央社記者也有上去 所以代表就是說 其實小馬可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宣傳站 他告訴你說我無意去戳你熊 但是你卻來干擾我 你卻來騷擾我 而且你每次來對我來講的話 這種以大欺小的這種畫面 整個對全世界來廣播 那這就是小馬可是的用意 那這種情況之下 包含韓國 現在韓國也準備幫這個菲律賓的海軍 建造兩艘新的 現代籍的三千多海軍 另外呢 還有這個日本岸田文雄 這一次絕對在這個華府 這個地方也會承諾 再次給這個菲律賓相關 海警的相關的這個援助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現在全世界大家都要來幫菲律賓 來對抗抵抗中國 所以呢 這個南海的事情來講的話 如果能夠抵抗中國 這個模式可能就會到台灣來 因為台灣現在正在做事情 也是大家跟台灣結盟 然後協助台灣來抵抗中國 我真的覺得台灣事實上比起小馬可是比起菲律賓 真的相對溫良公減浪很多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